青年港都有限电视为回馈用户及关怀弱势 特别举办看电影做公益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爱心 只要花50元的铜板价 就能够到电影院观看目前最受欢迎的电影《冰雪奇缘2》 活动推出之后不但场场爆满 前来欣赏电影的民众也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 父母亲忙着画位旁边都带着两到三位的小朋友 电影院瞬间快要被小朋友们攻陷 大家都等着进场观看目前票房最高的《冰雪奇缘2》 每个人的票价都只要50元 这场由青年港都有限电视主办的放电影公益活动 由于所得全数捐给社团法人安德烈慈善协会 又能看电影又能做公益 让消息一公布就出现疯狂暴民的人潮 许多民众都是一次就买四张常常爆满 可以50块然后看一场电影我觉得很好 非常的好因为我小孩子非常喜欢 那个《冰雪奇缘》而且又可以做公益 很开心可以带小朋友来看《冰雪奇缘》 对第一次来看然后之前很期待 能让小朋友看到期待已久的电影 一个人又只要同版价50元 家长们当然都很开心 进到影厅里果然绝大部分的座位 都只露出小小的身影 但是穿着可是相当华丽 还有不少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装 拿着金拿棒爆米花和饮料 等着欣赏期待已久的《冰雪奇缘2》 《冰雪奇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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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雪奇缘2》